台北市发生了保姆虐童的案件 而昨天在行政院会中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对此向社会表达了歉意 并且强调说政府对此是责无旁贷的 不过呢 昨天台北市长蒋万也有参与行政院会 在会后受访的时候 他却说没有听到陈建仁有致歉 对此呢 行政院也立刻释出了影片 那也证实了就是陈建仁的确是有向社会来道歉的 那就被质疑说蒋万呢是不是有这个推卸 责任给中央的这个质疑声浪 对此呢 陈建仁今天稍早在立法院受访也有罪行回应 蒋市长实际上后来也有表达 我们一起会来努力 我们都不舍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上网 那我们也跟家族表达最高的歉意 好 那今天早上的立法院会呢 也将处理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提出 有关花东建设的两个案子 不过呢 由于这个案子呢 是有邀请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共同签署的 但是呢 就被质疑说是不是有违反这个议事中立 但其实呢 现在是传出说 其实立法院长韩国瑜 有当面跟行政院长陈建仁提过 就是希望呢 能够来推动花东的建设 那你带来听到陈建仁怎么说 可以听到呢 陈建仁是表示哦 确实呢 当时在跟韩国瑜会面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来讨论这个花东建设要来推动 并且呢 朝野是有达成共事的 也强调说任何推动 辅国立民的政策呢 一定会按照宪法来执行